讓股市財富輕鬆流進你的口袋 金融曼哈頓 冉慧慈分析師 帶你掌握投資脈動 歡迎收聽金融曼哈頓 本節目由News98 與大華國際證券投資顧問 共同直播 大華國際投顧102年 儘管投顧薪資第005號 歡迎收聽金融曼哈頓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2023年台股分析師界的領先者 冉慧慈老師 大家好 為什麼今天這麼嗨 我們已經連續嗨三天了 對 那個外面的同事在叫我們 就是音量要下降 我們不要 我們的績效就是這麼的好 對 因為今天就是全面紅通通 真的是非常非常強 而且的話 大家有沒有發現 現在大家慢慢的有沒有發現 你手上的骨藥不夠多 哎 沒錯 現在很多人 之前的話很多人看的這個比較保守 然後覺得怎麼破線 然後反彈結束之類的 然後所以其實法人也是耶 你跟著質疑商簡直發瘋了 真的 心裡上就瘋狂大買 認錯是買盤 對 因為大家手上的話很多 其實法人的持股也是偏低啦 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這行情的話你看 這個把這個最近的這個箱形突破過去囉 所以突破過去之後會怎樣 撐壓會互換喔 那指數的話當然今天就繼續往上面噴對不對 是 然後的話今天當然今天漲的幅度比昨天小一點囉 因為今天的話呢就是 欸 漲目前的話是六十幾點 那昨天是一百多點 前天兩百多點 好 那這裡的話 因為五日線講實在的話稍微乖離大一點點啦 所以速度 指數這一兩天的速度會慢一點點正常 但是要知道就是說你這個底型突破囉 那突破以後會怎樣 撐壓互換 反過來變支撐 哇老師說真的啊 各位投資人如果說有持續在聽 一定會知道老師其實對台股的信心都是非常足夠的 加上今天是禮拜五啦 那可能禮拜五有一些人他怕說啊 禮拜六禮拜天 他可能先出一趟 但是說真的這幾天只要出一趟喔 通常都後悔了 對啊 而且的話呢 這個如果沒有跟上標股跟後悔 真的是一檔比一檔強 我們股票的話確實是非常非常猛喔 而且大家只要有買的話 基本上這個禮拜的話 你是不只一檔標股 你是可以賺好幾檔標股喔 好 老師我們一個月來 先從哪一個開始呢 哎呀 你看 其實上 其實我們從上禮拜就一直呼籲大家 大家那個地點趕快一起準備好 是不是 但是對 但是難免有些朋友稍微慢一點點的 那慢一點點的話 這個這兩天才進來 其實也OK啊 為什麼 因為你這兩天才進來的話 也是不輸 也是不輸人的 也是賺啊 而且也是馬上就領先別人 確實 馬上就衝過去了 你看的話 昨天 昨天我們早上買什麼 哎 昨天早上 公開講了 四 四 電機 對 四零電機 四電 你看昨天早上我們是不是開盤的時候 沒有多久 那個時候他 他還是小長而已 沒錯 結果昨天的話 很多很多新朋友下去買 這個新來的朋友一起進場之後 結果他們都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昨天真的我們是好多新朋友都好開心 他們下午說 要去吃喝玩樂 而且因為昨天下午本來說要下雨就沒下雨 是 結果很多朋友就說 要來去喝下午茶 因為昨天的話 真的很多新朋友他們當時都是抱著 一個姑且一次或是試試看 姑且無其來 結果呢 來買一個看看好了 結果沒想到他一進來居然漲停 果然一試成主顧 對啊 結果一進場之後 而且還買在早上 那個 才漲一點點的時候 結果後來居然到收盤的時候 11點多他就給你暖停鎖住鎖死了 是 結果你看看 四電 昨天就帶大家賺漲停板了 沒錯 恭喜啊 恭喜恭喜 恭喜不完 因為今天又繼續噴出去了 哇 第二支 你繼續創新高欸 現在還沒漲停 但是基本上也無所謂啦 反正他就是會繼續往上會噴出 加昨天的那個空 加昨天買進的 賺的大概也差不多10%了啦 對不止喔 已經遠遠超過10%了 因為昨天本來才漲一兩%而已 So easy 對啊 然後今天的話 現在已經衝到要4%多去了 然後又創新高 所以的話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今年就是標股多 沒錯 因為今年很多新體材新應用 對不對 充電裝要不要剪 要嘛 是不是 然後新訂單的話 是不是要出來 要嘛 對不對 然後那市電是企核心的大股東嘛 欸 然後跟企核心一起搭配出貨嘛 對 他還有另外一個股東嘛 對不對 對 他還有另外一個股東 那個股東的話 喔 我們賺更大條 哇 喔 這個 這個 另外一個3058 3058的利德 3058的利德 你看我們18塊多買到現在是28塊多喔 嗯 就多10塊了 多10塊錢 欸 你十幾塊買的股票多10塊 很猛欸 而且老師 我發現您推薦的股票都是媽媽帶小孩 比方說市電他也是電動裝 那他100多塊 那有些聽眾朋友他感覺啊這太貴 那利德好18塊沒買19塊沒買20 21塊 總可以買了吧 對啊 現在哄哄哄哄28塊了 對啊 這就是說 你看你如果是十幾萬下去的資本 就是變成20幾萬 而且很快欸 而且100多萬買就變200多萬 這個我跟你講 今年做股票 真的就是今年機會多 沒錯 因為今年機會多 是因為今年真的有新需求 新的需求 新的商機 那你有真的機會說 你要做什麼 你當然就是要把握標股啊 沒錯 對不對 然後就一檔股票 就這樣子五成一倍給他賺上去 真的不要客氣 而且現在啊 我發現就有些投資人他會覺得說 啊這個股票已經創新高 已經那麼高 你介紹這個是難道要想怎樣怎樣 不好意思 今年哪一檔股票不是創新高 對啊 而且重點就是說 我們當時在買的時候才十幾塊錢 對啊 而且十幾塊錢也沒有多久之前 是的 然後18 19塊的時候 那個時候 就是剛剛真的要突破 把上面分的時候 對不對 結果你看這樣 一小段時間回來 哦 他已經從18塊衝到了28塊錢了 哎呀 我們掌聲恭喜啦 對啊 所以的話 我們也要恭喜 這樣恭喜誰咧 其實除了恭喜 我們之外 也要恭喜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沒錯 有買的會員 對 還有一定有一起聽的 有買的聽著 對 有跟上來的好朋友 是的 你只要有買的話 全部都賺大錢 沒錯 而且要恭喜你就是 應該可以體驗到 應該可以很深刻的感覺到 現在呢 似乎呢 越來越好賺 因為標股越來越多 這個就是Alan之前提到 因為有聽眾朋友打 就是節目介紹的股票 都沒有聽過 那時候我們還特別開一集 你講說等到你聽到的時候 就來不及了 對 因為今年就是新的東西 所以今年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怎樣賺大錢的機會 因為大家都不是很熟悉 然後 然後又是新應用 那它的股價就是還沒有反應 那還沒有反應未來的東西 所以我才說的話 今年來這個市店啊 利德啊 大家都要先恭喜 大家都很輕鬆賺大錢 是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剛剛講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這裡的話 剛剛既然講到軍工的話 也可以聊一下 其實軍工裡面的話 它其實有些是蠻有利基性的 你知道嗎 就是說像那個 這個軍工裡面的話 大家知道我們那個 寶勝也是飆到很兇嘛 對不對 哇 對 我們前幾天一直提到的 寶勝光學 我們前面買的時候 那時候也還沒噴出 結果就是漲停漲停 這樣一直噴出去 是 然後今天有很多朋友問說 軍工裡面這邊還有什麼股票 其實軍工裡面 有些是蠻有利基性的 而且他們都有整理過 比方說你看像是 比較有利基性的寶一 寶一也是蠻有利基性的 因為它是引擎的關鍵零件 那個東西也是寡占市場 所以他們因為有整理過 所以你看它拉回過之後 我覺得它應該下禮拜 也要準備創新高了 所以其實還蠻多的 我覺得就是新產業 大家要研究一下 然後這新產業裡面的話 有些人的技術是比較 比較獨到的 所以剛剛像是 另外像千副金蜜也是 那千副金蜜 它是飛彈股嘛 那飛彈的話大家想到 我們大專特專的這個寶勝 對不對 然後寶勝的話 也是到今天期去創新高 對 那飛彈股裡面的話呢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 像寶勝的那個飛彈 是我們的那個中科院嘛 它是算是獨家的廠商 另外的話像千副的話 它是獨家公益 那個洛克希德馬丁 洛克希德馬丁 一個是獨家公益 國內一個獨家公益 國外 它是獨家公益 洛克希德馬丁 而且接下來要跟雷神合作 哇老師 這個在美國都是 軍事的大廠 因為以前我們在玩遊戲 那種遊戲 是那種戰鬥遊戲 洛克馬丁希德啊 雷神啊 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軍事的公司 對所以其實今年你反過來看 它就是新的商機很多 那因為標股也非常多 所以標股裡面的話 我才會講到說 今年的話 真的大家這個是 一定要有行動啦 真的 如果你都沒有動的話就會 我個人是覺得會蠻可惜的 真的是眼巴巴的看人賺 對 因為你看其實第一季 有很多標股啊 對不對 然後第二季現在都還沒走完 看看 你看尤其是整理過之後 力道更猛 對不對 大盤整理完之後 你看是不是噴得更兇 真的 而且是個股噴得比大盤還兇 然後現在 現在五月對不對 現在幾號 現在五月十九號 明天就520了 我告訴你 接下來投信 接下來六月要做帳 哦 對啊 然後出了都是中小型股 因為他們這個 這個第二季投信 跡象應該沒有很強 所以接下來可能要拼 拼這個 這個有力氣性的中小型股 我這邊查問一下 我們各位聽眾朋友 有人知道六月投信要做帳嗎 沒有 你們一定不知道對不對 我就告訴各位 我們老師就是台股老司機 早就知道六月會發生什麼事情 早就在五月逢低買進了 對啊 而且的話 因為有很多是 下半年成長很大的股票 是 所以的話 大家才是說要好好把握機會 因為今年的話東西是 我覺得是真的蠻多的啦 因為今年你說新商機多不多 今年新商機裡面 除了像軍工是新產業嘛 對不對 那AIA的話也是啦 也算是這個後面會一直 後面會上來的這個新產業 然後另外的話 其實這種新產業就會帶動新的需求嘛 所以你看像新需求出來的話 吃喝完了也是新需求啊 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 你就看嘛 今天大陸是不是開放那個旅行社 哇 老師他一開放好多股票 全部都噴漲停了 應該是說 你看大陸要開放這個 台灣的旅行社過去 其實台灣旅行團 大家之前去大陸 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沒錯 對不對 因為第一個他經典多嘛 這個地方多嘛 那再來的話 你看他之前都沒開放對不對 那現在今天是公布正式開放嘛 那今天開放的話 那旅行社你看需求要不要上來 嗯 沒錯 你是不是你看 就看大家要不要出國就知道了啊 現在是不是很多人開始 以前以前還在觀望的 對 那接下來的話 現在都開始越越欲試 因為這已經壓三年了耶 對啊 已經壓三年都沒有出國 已經悶死了好嗎 對不對 那最近稍稍小小的沒有那麼悶 因為現在這個 在島內已經OK了嘛 對不對 大家已經開始 餐廳已經全滿 那個已經滿就不用說了 反正到現在還是全滿了 哇 老師只能說 所以我現在假日 那個餐廳都要先頂 是 老師你的眼光真的非常準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五福 2745的五福 在早上還有一點點起伏 結果沒想到過時一點之後 蹦 他就又往上跳了 對啊 所以的話 你要看好方向 看好方向之後就要怎樣 今年標股是這樣 第一個 你要會看方向 你要知道什麼東西有新題材 然後再來的話 那個買點來的時候 你要把它狠狠咬住 然後咬住之後的話 再來上去就直接轉一大端 是 所以你看就像我們五福也是這樣 對不對 你看我們五福是不是 今天有沒有繼續噴出去 其實五福這個禮拜 禮拜一路都在噴出 哇他這樣轉一轉 轉一轉 轉不停 也是算十幾二十趴去了 他這個禮拜就是一路都在漲 他是 他是 整個禮拜都在創新高 禮拜一創新高 禮拜二創新高 禮拜三創新高 禮拜四創新高 禮拜四昨天創新高 休息一下 今天馬上又漲回去 好 這個就是怎樣 新的需求 新的需求 新的應用 就會帶動新的商機 那就會產生什麼呢 產生很多新標股 新的標股 沒有錯 我們待會還有一些新的標股 我們休息一下 那待會馬上請老師幫各位做介紹 歡迎回來金融曼哈頓 老師我們這禮拜的標股全部都噴翻了 對啊 而且這算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的話 今天禮拜五 我覺得又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時間 是 為什麼呢 因為禮拜五來說的話呢 就是大家可以開心去過週末的時候 對不對 沒錯 準備開開心心的禮拜六 禮拜天 連續兩天的假期 Happy 對 那連續兩天的假期呢 而且上個禮拜的話 上個禮拜的話是 上禮拜母親節嗎 上禮拜母親節 對啊 所以的話 我為什麼會想到這個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很多人 擺上禮拜要出去玩的 然後就是私人要出去玩 但是因為上禮拜 大家都要排母親節行程 沒錯 所以就沒有那麼多時間 但是這個禮拜的話 就不一樣了 沒錯 所以的話 你如果上禮拜玩不夠 我這禮拜就可以趕快把它補上來 好好的Happy一下 對好好的Happy一下 那我個人覺得 其實最近有很多新東西 而且現在 如果你是女生 跟我一樣是女生的話 然後那我跟大家說 其實最近有很多新貨可以去看看 哈哈哈哈 對啊 然後再來的話呢 如果是男生的話 那就跟大家介紹好了 男生要花錢的方式非常多呢 要買電腦的顯示卡啊 買遊戲主機啊 都OK 但前提是要有錢啊 所以的話禮拜五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為什麼呢 你就準備開開心心過週末 對不對 那我們這禮拜表股非常非常多嘛 而且真的都是 這真的是全台灣公開印證 真的是全台灣公開印證 因為我們從一買就跟大家講 大家就親眼看它怎麼飆上去的 是不是 然後漲停漲停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又很開心的找盤的時候呢 就把我們這個禮拜 A大賺的股票賺很多很多的 一個保勝 一個是這個 保勝就先給它獲利放在口袋裡面 是 然後所以這個禮拜的話 你看我們早上保勝其實是創新高的 哇 因為它是不是昨天的漲停 前天的漲停 對 那連續噴漲停 然後今天早上又噴出去 其實保勝是蠻好的股票 但是短線這樣一口氣噴上去噴這麼多 我們賺到最好賺的那一段 所以今天早盤的時候呢 那真的就很輕鬆的 把它獲利放口袋 所以的話 這個禮拜你看我們保勝 獲利放在口袋裡了 然後再加上 紅木也是站在口袋裡了 對不對 所以的話呢 來今天輕輕鬆鬆的 我們獲利放在口袋裡面 大家就可以帶著滿滿的資金 滿滿的資金做什麼呢 就是準備開開心心來過週末了 沒錯 度過這個快樂的禮拜六日 那其實聽眾朋友要特別注意哦 老師推薦的股票 我們都是公開操作 但最重要的是時間點 所以時間點想要了解的話 待會廣告有電話 趕快再打進來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蠻多新題材的啦 那大家就要把握 因為的話 我們其實有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什麼叫做標股機 一檔接一檔 就是說 你可以賺了一個 以後就賺下一個 那你的財富就可以怎樣 你就可以這樣子一直沉上去 其實乘數效果跟加速效果 跟加法是不一樣的哦 乘法跟加法是不一樣的哦 你如果是1.5乘1.5乘1.5 那個是負利效果是很大的哦 對 那所以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 為什麼我們 這個代會員這麼久 真的很久欸 我那天仔細想一想哦 我好像代了快20年欸 哇 真的是真槍實彈在操作 可以這麼久 為什麼可以這麼久 因為我會考慮到大家 你真實的狀況 因為真實的狀況 是你不可能有很多很多的 無止境的錢 可以去買個三五十檔 哦確實 就算你是大資金 我也覺得不是要去買個什麼三五十檔 所以我們的股票是 賺一段最好賺了之後 有沒有 那大賺放口袋之後 我們可以讓資金運用的更有效率 運用更有效率為什麼 因為的話 我們還有下一檔標股 可以讓大家用負利一直滾上去 接續的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對 所以的話我們保證今天出 就是貨利碼口袋嘛 但反過來我們又買了另外一檔 那另外一檔的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因為這價錢的話便宜很多 這個只有三十幾塊錢 三十幾塊錢 但是我們早上買了之後 它其實現在 也要漲停了 現在好像就是介於 差一檔 現在差一檔漲停 對現在差 0.1漲停 0.1元漲停 那這個3025新通 3025新通 它也是軍工股 然後 不過除了軍工之外 它也是台電概念股 所以是兩個概念加在一起 然後 那股票其實都是先知道的人先贏 那同時因為股票都是反映未來嘛 所以新通呢 那它的大客戶 這個記憶剛剛來台 然後這談的是幾年的大訂單 那另外還有一個 下個月要來 所以這都是直接在談大訂單 持續有題材 對 這個是不只是題材 這是真正的訂單 是 就在跟在後面 所以這個營收後面會翻很多 因為訂單都是很大的訂單 哇 題材 訂單 營收 對 所以的話今天的話呢 就是要先恭喜大家 我們一方面保生活利放在口袋 那大家可以用賺來的錢 很開心的去度假 喔耶 是 看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那最近的話呢 我個人是覺得 女生一定要買一點東西 去犒賞自己 哈哈哈哈 我個人是覺得 錢是要拿來花的 好不好 沒錯 對 錢是一定要拿來花的 是 那當然你也可以送你老公禮物啊 但我個人是覺得送自己比較重要 像我都是自己 一定要先把 一定要先犒賞你自己 你知道嗎 要讓自己開心嘛 讓自己開心 然後再來 那老公男生的部分的話 那就 Alin就已經講很多了 但是我覺得男生要優先送女生禮物 哈哈哈哈 這個意思 男生要先送女生禮物 再送自己禮物 是 對 所以的話呢 好 那不管怎麼說 我們保證今天就很開心的 賺到口袋裡面 那大家呢 賺到錢 一方面可以去買禮物 買自己想要的東西 另一方面的話呢 欸 我們今天的話 又反手又多賺一個掌停 因為今天3025的心通 好 對 現在差0.1元 他會快掌停了 哇 太棒了 那老師 除了心通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保證 保證 我們已經獲利放口袋了 欸我們的老朋友 哇 夯不朗噹 幾天沒看他 他居然默默的創新高了 對啊 其實他 他有 材料創新高 對 對 就是我們的材料 對材料 但他不太漲停 是 但就漲不停 對不對 你看其實材料 前天創新高 他前天是不是大漲了 這個 7%多創新高 沒錯 其實他昨天也是小小創新高 只是他就是 不太招搖就對了 是 然後比較低調一點 嗯 然後今天的話又繼續大漲 現在又繼續創新高了 585塊錢啊 我們是從100多塊 才80塊錢開始 然後300多有出一次 然後出一次他有整理嘛 然後整理之後再買 那再買的話 第二段又接起來 然後最等於是整大段 你中間的差價跟加碼單 都不要算的話 嗯 其實算的話是更多啦 那如果中間的差價跟加碼單 都不算 反正就從180一直到現在 那今天現在是585塊錢 欸下禮拜我們就準備 來迎接六字頭了 哇哈哈 對吧 真的是天天漲 漲不停啊 會不會不小心等一下就 應該是下禮拜 下禮拜 反正他就是繼續飆啦 慢慢飆啊 但是這檔我覺得是很開心 是什麼 因為真的很多朋友 跟我們一路做上來 真的 真的很多朋友 而且甚至很多廣播好朋友 都私底下都舉手 像現在大家聽到 我想一定很多人私底下在舉手 我有我有我有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我們都知道啊 大家100多沒有跟上的 但是你第二段 300多400多到現在一路跟上來 全部都在拿錢 都有機會 對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恭喜大家 對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欸 我要提醒大家一點就是 你標股不要只有用看的哦 我們的週六週日的 Special 老師要給我們一些Special嗎 對啊 因為你知道 標股用看的哦 你可以聽到拍拍手 但是 是不是很可惜 我覺得標股是 標股在來幹嘛的 把它放到自己的股票裡面啊 對 標股是拿來 讓你的 讓你的財富倍增的 是 這樣 就像你的荷包變滿了 對不對 你資金小一點沒關係 一樣可以讓你開開心心的去 去 給你加一個大紅包 那你資金大一點的話 你要知道哦 你標股掌握得好不好 這來回 這一差 可能就幾百萬的事 欸 是 所以那個 這標股是讓你去 以後去買房子 老師 我們還有20秒 那給我們幾個名額 對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樣好了 我們就開放20個名額 哎呦 20個名額 對 20個名額 我們今天開放20個名額 你如果標股都沒有跟上 這禮拜標股都沒跟上的 那下禮拜的新標股 我們今天就開放20個名額 讓大家一起跟上來 所以記得一定要把握哦 沒錯 如果前面都沒有買到的 或是覺得賺太少的 待會趕快打電話進來 電話就在我們的廣告裡 謝謝 謝謝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台股從5月第二週開始大反攻 績效滿滿 獲利滿滿 荷包也滿滿 早上的3025 心通大漲 6517 寶勝光 漂亮獲利放口袋 老師不只帶進還帶出 真的是太厲害了 剛剛說好的 這20個名額說到做到 馬上撥打 02-2362-8000 02-2362-8000 人會此分析時 今年12345 五個月下來帶領很多朋友 做到非常驚人的收益 光是裁掉這檔股票 就已經將近百分之百 所以不要再等了 趕快撥電話進來 02-2362-8000 今天早上的心通 也是平盤買進 中午漂亮所漲停 趕快忘記去年的陰霾 從今年開始 把之前少賺的賺回來吧 好好的把握520行情 只有20個名額哦 02-2362-8000 大華國際投顧102年 盡管投顧新字第005號 本公司與節目中所推薦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電視頻 人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